GBO28D宝克星非常厉害 可以轻松穿透6米厚的混凝土 你想象一下 足足有两层楼 那么厚的10星混凝土 什么概念 但是它其实是动拼吸收出来的 而且还凑得特别快 从研发到实战 只用了短短20来天的时间 是另一个不可思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 在沙漠风暴行动早期 美国人失望的发现 不管他们的战俘式巡航导弹 和宝石鹿激光制导炸弹 多么的准确 但就是端不掉一些地堡嘛 原因很简单 这些地堡是由兰斯拉夫的建筑师 专门设计的 采用特制混凝土 构建而成的超厚掩体 它早就被证实坚不可摧了 在1980年代的两一战争期间 便已经扛住了无数来自伊朗的炸弹 这次换美国人来 结果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两样的 那美国人就很恼火了 我宇宙第一军事大国 怎么可能连你一个小小的地堡都搞不定呢 搞 怎么搞呢 让炸弹可以钻进去再炸呗 这就是钻地弹了 为了让它能够钻得更深 设计师可以从以下这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 他们可以使用更重的炸弹 因为更大的重量 意味着更大的动能 在装机目标后 自然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了 第二 他们可以使用直径更小的炸弹 较小的截面机 意味着在炸弹穿透混凝土时 只需要移开更少的材料就可以了 自然穿透效果就会更好嘛 第三 他们可以使用速度更快的炸弹 以增加撞击时的动能 好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集 咱初代钻地弹只要能用就够了 至于性能提升啥的后面再慢慢来嘛 那怎么快速找到符合以上三点的线程解决方案呢 就是这枚奇葩的炸弹GBU-28了 它的导引头呢 来自宝石路 是一个成熟并精确的激光制导方案 它的诞生来自退役的M110榴弹炮炮管 在踩短磨掉里面的弹线并稍作加工之后呢 就摇身一遍 为专地炸弹提供了一个极其坚固的框架 又重又硬的框架 至于更快的速度 那就通过高空投放 载油尾部的稳定期来减阻创造了 于是这枚炸弹来到了5.8米长 36.8厘米粗的超大长径比 看起来有没有一种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里面 那根钢针的感觉呢 他们的确干的是相似的活嘛 不过在GBU-28里面呢 还是有炸药的 它被封装在这根 已经生金百战的炮管里面 重达295公斤 是由80%的TNT和20%的铝粉混合而成的 因此拥有更大的爆炸压力 威力上呢 就比单独使用TNT时大了18% 相当可观啊 这款炸弹的整个生产 都是在美国陆军的 沃特弗利特兵工厂里面完成的 因为那就是生产榴弹炮炮管的地方嘛 考虑到整个炮弹的核心 就是M110炮管 这么安排是相当合理的 而且由于任务周期实在是太短 基本上呢 炮管是一边加工 一边等着最新的设计方案 实施在车床上修改的 送到空军基地的实验场时呢 上面还在滴着脆火油 摸起来仍然还有余温呢 最终两枚GBO-28从巴格达上空扔了下去 成功地击穿了地宝的外壳造成里面所有人员的死亡 非常惨烈啊 它于是带来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是 有了这样的武器 地下堡垒 从此也变得不再安全了 第二个是 使用这样的武器 是容易产生争议的 尤其是美军在沙漠风暴里面使用的那次 在杀死了大量可能无辜的人之后呢 其实离整场战争结束也就只剩下30多个小时了 真的有必要这么不择手段的来上一次吗 唉 算了算了 今天就到这吧 算了算了